三柱一心 就四柴 一二三四四柴 然後再來是八柳 就是四種柳 飛翔飛飛翔柳 空無邊觸柳 四無邊觸柳 那麼這些的時候呢 他又比禪柳功夫又更高的安定 是這樣 那這個我們 就是聽聽啦 知道有這樣的境界 那我們有向往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平常我們就要先培養安定起來 對不對 太喜歡了 太高興了 也能夠心裡 保持一個安定 不喜歡的 心裡也能夠忍怒 好 那這樣的話 好像 這樣老婆這樣 隨時都笑咪咪的 真的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快樂人生是這樣 我們的快樂人生並不是說 哇 一定要天天要去更加聚會啊 或是要享樂啊 那個叫做快樂 那個你那個時候快樂 沒有去享樂的時候又不快樂 好 那不是就一個對比嗎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能夠了解佛法 我們能夠清楚覺知的這樣子的面對一切的處境 所以六度 能夠用安定禪定中來看待一切的事情 能夠用一個更切適合的 切確的一個行為反應 就是智慧 看待一切的事情是以整體觀 整體觀 看到因就看到果 我做件事情 我知道它有果 所以我就要小心 只要有智慧啊 不然我們不管怎麼樣先做了再說 那後果就很痛苦 那就很怕 對不對 那我們事先 能夠 預先了解到 然後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越來一個人啊 就越安定 然後越清晰 這個就是智慧 然後這樣的時候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回應啊 對不對 那有時候就是要用忍耐的 用忍辱的 那麼用慈悲的 那麼用這一些的方式 跟我們以前的習性就不一樣了 以前我們習性的都是一定要要 對不對 現在是蛇 對不對 那些以前是不喜歡的就要給它排除 現在不喜歡的也給它忍耐 而且慢慢的我們轉換我們的這種 凡夫眾生的習氣的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學佛覺知了 這樣 那我們這樣的時候 在一個人生的過程 我們這樣子的一種 能夠用這樣子的一種清醒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一樣的生 就一樣的老 一樣的死 我們一生完了 再一生再繼續 對不對 佛也是成佛 都是三大凹生子節 對不對 我們不要一下子學佛 就好像哇 好大的口氣 我們的很大的口氣 先把自己看清楚 我是怎麼樣的 我自己本身的五蕴怎麼樣 我的 這個對於這一些的人生的苦 我也沒有清楚的覺知 我在這一些的人生的記憶裡面 我的心情是怎麼樣子對待反應的 先了解我們自己切身的事情 從切身的事情 我們的心境 我們的心境 我們的外境 還有我們的心境 對外境所起的反應 從這一些裡面去覺察 去行善行 能夠善巧 對不對 那有時間我們真的坐下來念佛 誦經 拜叉 這些都是一個必備的 全配備的 全配備的 就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助長 助長我們的善心 這樣啊 不然的話 我們這個平常的時間 我們要怎麼用 我們就要知道 這個時間都要用在我們自己的 心的 利益的善行善法上面 那麼我們這樣 一生就累積之良 就是我們的學佛 修行的累積之良 那一世一世這樣累積啊 那這樣的話 我們自然這個水到渠成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學佛每一世 我們都能夠高高興興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的方法嘛 我們也知道去處嘛 對不對 那我們所以行的也蠻愉快的 這樣啊 是不是這樣就會找得到 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 大家這樣子的一個 互相勉勵啦 我們就覺得 真的是學佛 我們要用一個歡喜心 雖然我們談苦 可是我們是要能夠 能夠離苦得樂 而且要安住在這個苦 要能夠認知苦 我們才能夠安住在這個苦 所以因為這個苦 我們才有煩惱 所以我們知道了這個煩惱 我們才能夠安住在這個煩惱裡面 我們如果不知道的時候 煩惱就在下面給我們 祈福 這個不安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心就是煩躁 那我們就是要去了解 這個心的煩躁就是五因赤聖苦 要給他忍耐 然後了解他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起來的 是求不得的時候 五因赤聖呢 還是愛別離的時候 五因赤聖呢 還是怨憎恨的時候 五因赤聖呢 對不對 就要觀察 觀察了之後 知道了 我們就是要忍耐 然後讓自己的心跟我們的靜 對靜的時候 自己就要覺察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才知道說 為什麼佛法說 從學佛開始 一定要有一個剝弱 這個智慧啊 這個剝弱的智慧就是說 讓我們轉換我們世間的執著 能夠放下 這個叫做空 佛教的空義就是在 要我們不要執著放下 那這個空他是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一切的執著 本身就是無常 你要去執著 你不一定要得到啊 有沒有 即使你要到了 好 你是得到什麼 心裡有得到嗎 沒有得到 連你吃完飯你也得不到 吃了飯你也得到 沒有 你只是吃飽而已啦 真的 我們要用 能夠清楚的去理會看看 你有得到什麼 沒有耶 什麼東西也沒有得到 衣服你得到 你也只是穿在身上而已啊 你有得到什麼 沒有得到什麼 只是滿足了你心裡的 那個好像貪窮的感覺而已 對不對 真的耶 任何事情的事情 你得到也是滿足 你那個貪窮的心而已 貪窮的那個心而已 不是嗎 你有得到一個到什麼嗎 在寶貴的那個 金銀財寶 鑽石怎麼樣 你掛在手上你有得到嗎 你只是掛在手上而已 而且你只是給人家看而已 是不是 你有真的得到嗎 沒有 真正的得到是 你把你有的東西跟人家分享了 人家歡喜了 你心裡真的是得到 你心裡說 哇 真的耶 你幫助了人家 是不是 所以一樣啊 你的財富寶貝全部放在這個保險箱裡面 你有得到嗎 沒有啊 你要把這一些拿去幫助人家需要的人的時候 哎 人家的高興 你得到了 真的是這樣 是不是 哈 吼 真的 所以那種得到 得到真的我們的心的歡喜 是時候 那種才是得 好 那我們拿好 你想要什麼 你那個好像得到那個 哎 一下子的那個滿足 那個滿足也過了耶 是不是 真的耶 是真的是這樣啊 可是如果我們是幫助別人的 我們的那種心 馬上開耶 那種開是真的是那種無所得的德 那個是無所得的德 不是我們以物質來計量的那種德 那個是把我們的心打開了 我們的心的 馬上的我們的心境就是拓彎了耶 那個是我們的心量打開了 真的是這樣啊 所以我們說 哎 當我們供養的時候 我們不是物質供養 我們是心的供養 是這樣 是我們的一個尊敬心的供養 是我們的一個感恩心的供養 那個才是尊貴 是這樣 我們 供養法師 供養佛 供養法 我們不是在那裡 那邊會說 那是個尊敬心的供養 就是一個人的供養 然後我們都想要 我們要 佛養 自己要 那種供養 自己要 自己要 然後我們要 然後我們要 所以我們要 我們要 我的庄严的心 我的慈悲的心 跟佛一样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学佛是这样 这等于是希望发起我们一样的这种心 所以我们念佛最后念的是我们是自己的佛性 对不对 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愿力无边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 我们是希望我们也发起我们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愿力 对不对 我们念地藏王菩萨 我们希望是发起我们跟地藏王菩萨一样的悲愿 是不是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是不是 这个众生要度尽方正菩提 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同样的愿力了解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的种子啊 我们要善用他 是不是 真的耶 不要放弃了 要有自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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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发起这个 这个信心 怨心 然后要行 真的是这样 真的耶 所以这样的时候 每一尊每一尊都是未来佛 都是佛 是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起影响力 是这样 我们自己本身先 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得到的佛法的利益 去分享给人 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 从我们 能够感恩佛菩萨 我们自己本身 听闻了 我们就是能够受用 能够去起行 然后也用这样子来希望 大家能够同证佛道 同行佛道 同证佛提 是这样的 那不然佛菩萨 这么辛苦 对不对 佛菩萨这么辛苦 他所求是什么 他不是要我们在拜他而已啊 是不是 佛菩萨不是要我们拜他 佛菩萨的悲愿是要 每一个众生都能够知道 自己是有佛性的 自己可以成佛的 每一个人能够成就佛菩萨的 的悲愿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他是佛才能够传承下去 所以佛菩萨才是这么辛苦的 目的是在这里 然后每一个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每一个众生离苦得乐以后 都是别人的佛菩萨 能够帮助别人离苦得乐 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学佛 我们才会知道是非常的宽阔 是无量无边的 是我们自己的成就也是众生的成就 是这样的 我自己本身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学习 是觉得真的是人生 非常不可思议的 不可这种 真的是言语可以形容的这种欢喜 跟福报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最大的福报是在这里 世间的这些钱财 还不是大的福报 要能够听闻佛法 能够修行佛法 能够解决自己的贪真吃 能够看破自己的这一些的苦 能够面对自己的这一些人生的苦 四苦八苦各种苦各种逆境的考验的苦 都能够用一个更积极的 更平静的平常的心来看待度过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福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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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